你在此处等我 你可知帝君 赐予叶青蹄何等先持吗 他的先帝是你一手造化 看在你的份上 不外乎就是做你左往右臂的职位吧 帝君亲赐叶青蹄 这个初伪神仙自力尚潜至 为太臣宫寄认帝君 说待他身去之后 由崇林先者 辅佐叶青蹄 执掌八荒先者名籍 您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并非是没有听清 你只是不肯相信罢了 指定继任者 寻常都是在最后的时间 才会去指定的 一般一位先者指定了继任者 按常理来说 便是这位先者 很可能即将语化了 指定继任者 指定继任者 一般都会指定 同自己最有先缘的 而帝君指定叶青蹄为继任帝君 则是因为他的先则 多半是源于你的修为 他选的是同你最有先缘的 我不行 我自己去泰城宫问他 我自己去泰城宫问他 碧海苍林中 你想要的亭子已经搭好了 果树也在好了 仙山中的灵鸟 我让他们每个月目 都回到观景台前去见我 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我暂时 以后少喝凉水 半夜不要乱滴一辈子 你为何同我说这些 帝君哪儿 我要见帝君 回禀殿下 帝君已离开太成宫 崇林哪儿 崇林在哪儿 崇林先官前去元吉宫 找连三殿下 此刻不在宫内 还不许禀报 是 承昱 四命 你终于回来了 急死我了 你们可知道帝君究竟是怎么了 为何突然会让叶青提起尾 一言难尽哪 这之间有太多的误会 而眼下是对付 渺落的关键时刻 恐怕 恐怕什么 别着急 我们先到殿内等候 我跟四命只知道 妙医院的事 牵扯到魔族跟渺落 稍后崇林回来 所有事情原委 还得问他 梦 好漂亮啊 这里真的好漂亮 可比九重天漂亮多了 你为什么不住在这儿啊 这里太大 你一个人终于羡慕 以后我陪着你 我想要在这里修一个小河堂 然后呢 再按一个小瓶子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纳莲看星星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突然反应过来 我竟跟你在聊未来家里怎么布置 近一时间觉得不是真的 家 虽然每年回来的时间都很短 但这也是我们的家呀 走 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白 我喜欢听你说我们家 一直都喜欢 见过三殿下 崇林 帝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为何会让叶青蹄当继人者 帝君不过是觉得 与青蹄先者有先缘 殿下不必多虑 与青蹄先者有先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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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青蹄先者有先缘